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拿的是比較短的 為什麼要拿比較短的呢 因為第一個就是 其實我們抓出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他在做檢查的時候 他還是會動的 那這個時候短的 他可以比較輕易的 就是快速的追到小朋友的鼻孔 然後伸進去 第二個就是 我們握著比較短的裡面 的塞緊棒的時候 我們進去了以後 我們看看剩下多少 我們就可以輕易的得知說 我們到底進去的裡面 到達多少 多深 那現在那個父母親 最頭痛的有關居家快篩的大概就是 我們要怎麼樣幫小小孩 或者是小baby來做快篩 通常我們遇到這種不受控的 那這種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報警 那假如說我們拿到的 塞緊棒是這種比較短的 那這種基本上來講就是可以的 假設如果我們拿到的是比較長的 那基本上這種是屬於我們成人在用的鼻炎塞緊棒 那我就會建議這邊可以把它剪短 大概保留8公分左右 我們接下來就為各位示範說明 通常我們經常會遇到一個 狀況就是父母親 他剛一來的時候 他就是我們請他抱緊小朋友 他就這樣子放著 他就維持這樣的一個姿勢 因為這樣看起來小朋友好像最舒服 可是我們要記得是小朋友是來做快篩的 他不是來睡午覺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一開始就把它抓緊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怎麼樣抓緊 第一個首先就是我們的 父母親的雙腳要交叉 要把他的小朋友的雙腳夾住 那再來呢 這個就是我們拿到一隻手 把他的兩隻手 一隻手把他的兩隻手給環抱 他這個比較胖 然後再來我們會有一隻手騰空 那這個時候 我們騰出來的手就要把它固定在他的額頭 把它壓緊在自己的胸前 讓他一動也不能動 那固定好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快篩的一個動作 我們會一般把快篩黏織呢 順著適當的一個角度 然後深入大概三到四公分左右來做採檢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拿的是比較短的 為什麼要拿比較短的呢 因為第一個就是 其實我們抓出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他在做檢查的時候 他還是會動的 那這個時候短的他可以比較輕易的 就是快速的追到小朋友的鼻孔 然後先進去 第二個就是 我們握著比較短的裡面的 塞檢棒的時候 我們進去了以後 我們看看剩下多少 我們就可以輕易的得知說 我們到底進去的裡面 到達多少多深 那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當假設如果我們進去了以後 小朋友他可能會晃動的更厲害 那這個時候他基本上來講的話 有可能會掙脫 或者是我們父母親有可能會緊張 手可以鬆手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是短的 採檢棒遺留在我們的鼻孔裡面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因為這樣子 晃動而錯到受傷 那假設如果是長的 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他可能就會一個 一小心他就會受傷了 那這個時候父母親 可能臉上就三條線 通常母親臉上三條線 會比那個快晒兩條線 還要恐怖 在做小小孩 或者是比較會抗拒的小朋友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一定是會躁動 再加上他們的鼻道比較窄 所以經常小朋友呢 在父母親在做的時候 沒辦法順利的能夠沿著我們的鼻腔下緣 到達我們的後側的鼻腔 但是父母親也不用太過於執著 那只要其實我們的棉枝 能夠進到我們的鼻腔裡面 兩到三公分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可以輕輕的一個畫圈 畫個幾圈之後 兩邊的鼻孔都做 那這樣其實肩體的量也是夠的 最後就是做完了以後 也不忘要給小朋友抱抱一下 安慰鼓勵他一下 這樣子的話 就完成我們的採檢擁組